Hello,大家好,我是Maisy 去到7月中的部分 去到韓國的季美時節 我們差不多都要準備最後一次接單 這一批是最後一次會接訂單的新款 也是新款 我也會慢慢介紹新款 比我想像中準備得多 都是有新款的主力推介 網頁製作落單 折扣滿300元 我們會包括順豐的所有服務 Facebook Inbox或WhatsApp落單 一律順豐豆腐 今批的新款都會有折扣的優惠 網站內的貨品都會以折扣價出售 這次就不用入口 直接已經是折扣了的價錢 因為較早前已經折扣了 QPON就已經不適用了 大家可以享受 可以看我慢慢介紹新款 我現在穿這個 其實是Casual 有Lady的Style 兩者兼顧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而且是Cotton底 它的Lace編幅比較大 所以它的搶眼點 會專注於Lace 而且它的Cutting 都是以一個比較Lady的線條為主 你看到一個 DEEP V的Cutting DEEP V的Cutting 它的手袖是沒有薄位線的 沒有薄位線的 非常之寬鬆利落 它的Lace的折扣位 亦是很流暢 你會看到 它是按著整個線條去 很Smooth的去配合 特別是它的車工 也做得很細節 在旁邊 Lace的部分 的手袖位置 已經是折扣了 而且它又特意留在一個 鬆鬆的位置 你會看到 車死的部分 只是限於手袖口 空側 三側是沒有的 去到三腳 車死 所以它是很考量整個設計位 去做協調 不是一種車死 或者不是一種單一的想法 當然我覺得 三身的效果是最舒服的 你看到我這樣塞進去 因為你始終可以考量 塞和不塞 因為這個款 我覺得兩者間 有時都可以 有少少 調配上的 隨意的考量 那你穿衣服的時候 你這些位置太慢車 或者車死了的時候 可能它的流暢度 就會有少少微甜 或者不是那麼好 現在你可以做一個 隨意的配搭 亦都不需要擔心 Lace的限制 這個是非常友善的細節 這個是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黑色底 米黃色的Lace 這個是淺灰色 但是黑色的Lace 都是一個Dip V Cut的版型 是一個拼接 這些是安全的 因為它是T Cut的版型 這個不透 夾圈這些都安全的 如果你想Lady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衣服的效果都很漂亮 我現在就穿了一個男友褲 這條也是我很推介的 一會兒慢慢介紹 那你會見到 它的三腳位置重疊了 也套死了那個版型 所以你穿衣服的時候 又不會覺得很難得 夠平伏 都Smooth 布質夠軟身 不會說頂起那個情況 這個就是Lady一點的示範 一會兒我搭牛仔褲 或者搭得稍微一點 大家都可以參考 不過這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喜歡塞的 我覺得這樣放出來的效果都沒問題 因為這一幅都漂亮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條褲也是很推介 也是驚喜的 在季尾的時間 還有新款 很開心地 著弱地介紹 這個是我們王牌推介的 item collection 這是一個男友褲的cutting 看似是黑色的男友褲 這個是植紋的patter 所以剛才我一直都有說 強調的 這個款可以搭得比較 斯文一點 斯文一點的tot 因為之前的一個王牌系列 它是牛仔的單品 這個是植紋 它基於黑色的 顏色調去襯托 一定是容易襯 加上植紋 令到那個款式 會再廣泛一點 配搭的層面更廣泛一點 因為黑色的確是黑色的褲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 或者是很多選擇 去到植紋的時間 就可能會有一些未知的想法 會出來 我會告訴大家 這條褲是極度之好 完全不需要擔心它的patter 它只會是highlight了你當日的造型 或者令到你的造型更加吸引 真的很漂亮的一條褲 男友褲 這個是植紋的patter 剛才也有輕輕地拉一拉 其實它的布質彈性非常之好 整條褲都會有很好的彈性 這個是全脹筋腰 而且還有馬數分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一共四個馬數 梳梳的腰為給大家看 這個是細馬jack 我很少說jack 這個是細馬jack 所以在Cutting的尺寸很友善 而且它的褲是很漂亮的 它的版型很漂亮 微微的男友褲款 直腳 而且是很顯瘦的Cutting 很顯瘦的Cutting 這個大約是九分褲的長度 我平時會有接褲腳 這個沒有不用接的 那我就1.5米8 我大約是腳眼上多一點 你看到整個版型是收起來 為什麼我有說它是男友版型 因為它是hip和鼻比較寬鬆的 所以它的Cutting穿出來是 大眾上是很容易接納 不會說是很skimmy 或者是很skimmy的Cutting 會比較少種一點的 那這個是絕對很大眾的一個Cutting 款式 那那個顏色也是很friendly 很friendly的推介 我的推介 那後面就是這樣 也有扭的 這個是那顆扭 這個是 它是比較像西褲 那有時候我那些西褲款 後面那些袋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而且還有扭 對 我想扣上這一顆給大家看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那你要看到 褲子的都是寬鬆的 對 這些袋子 褲子的都是寬鬆的 大腿都是寬鬆的 那整條褲子的布都是有彈性的 那現在我搭 斯文一點的Style給大家參考 那其實這個款 我自己覺得搭 我很喜歡的那個厚底紙鞋 都是很好看 對 我轉一轉 給大家看一看 對 如果你想搭配型格一些 或者Casual一點的Style的時候 你也可以搭配 就是這類 你要搭配Casual的T一樣OK 你把雙鞋換一換 我現在這邊是Lady一點的 那如果想型格一點的 你這樣換了雙鞋 那個Style已經可以轉到 這一種的T-cut 我如果真的喜歡Lady一點的 那你按照現在這個的參考 也是非常之斯文味 極度之好搭配的一個褲款 非常之推薦 非常之推薦 那大家都要留意這一款 對 數多次的U圍 這個是 差不多在全象筋U 因為這一節沒有的 對 彈性到非常之好的一個褲款 也是很有Style 對 灰色配黑色Lace 我就搭配牛仔裙 搭配了厚底的涼鞋款 因為這個款 始終都是Casual 和Lady都OK的配搭 剛才示範的 版型 或者穿搭 是偏向斯文一點的 那我現在就想搭配得輕鬆一點 或者Casual一點 給大家參考 那始終都是一個Casual 底的版型 我搭配牛仔裙 一定是OK的配搭 再說一次它的細節 它那個Lace的蝙蝠 是一個拼折的效果 在空側的位置 有一個DEEP V的CUT TING 而且也有一個波浪的線條 外側的位置 手袖口是綿貫了 車尺了 去到空側 三側 就是流空了 可以有一個 闊一點的範圍 可以令Lace的流動性 會 舒長一點 舒長一點 去到三腳的位置 就是奢死的 就是很friendly 而且是 可塑性很高的一個單品 因為剛才的Casual的單品 Casual的穿搭 去到我現在這個牛仔裙 比較輕鬆一點 也是可以 都各自可以配襯得到 有顏色也可以調配 不一定要灰色配襯Casual 調轉也可以 是一個 寬鬆的版型 沒有白線 Lace 和 底層 都是很流暢的一個線條 特別是Lace 因為你兩層的Layer 如果 車功德不好的話 這些位置就會佈起 或者有些 乖乖的一個狀態 你會看到是相當Smooth的 效果 我現在就示範 放一件衣服 沒有塞 如果你喜歡 展示版型 比較利落一點 可以這樣 或者展示V-cut Focus在V-cut上 可以塞一點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那個 不塞上空側的好處 你會看到這個位置 我放多了 入面那件 而外面的層次 亦可以帶動出來 亦不會覺得很慢的狀態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考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牛仔裙款 軟身的牛仔布料 有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深藍 Dummy 這個是淺藍色 它是裙複複款 而且它在盆骨外側的位置 就有一個比較大小小的打扎口 所以它是比較像八折裙 這樣的形態 的牛仔裙款 這個是半象筋腰 這個是半象筋腰的小馬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一共都是四個馬 一點點混不了 這個都是有四個馬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這個就是半象筋腰的小馬 這個是半象筋腰的小馬 當然是複複複款 也是寬鬆的 布料沒有彈性 它是有一些直的洗水紋理 這個紋理就是深色會明顯些 淺色的那個是不太明顯的 但也有的 它不是淺色的淺色布料 它是有洗水紋的 不過如果你說對比來說 是深色這個 直紋的Pattern效果會比較出些 兩個都是復古名線的奢供 盆骨對落多一點點 就有一個打扎口 令到那個裙的布量 副管的布量會抵增 所以裙的形態是挺明顯的 而且它是有矮近八折的效果 所以散下去的幅度是比較大一點的 但不會押凸的 你這些位置都不會摒起的情況 比較女仔一點的一個線條 所以另外這個顏色我就搭得非常之甜 粉紅色的配搭 整個顏色版型是很舒服 很灰色色 非常舒服 看看自己喜歡哪個色 我現在穿的這個粉紅 真的是Baby Pink的粉紅色 深藍色 這是牛油 Butter的編字 不是編字 這是線材料 這個款式是透身的 因為是針織的款式 我把衣服給大家看一看 我盆骨在這裡 版型偏短一點的 我盆骨在這裡 一個寬鬆的版型 有些透的狀態 這個顏色 顏直行先的 穩陣一點就深藍色 但我覺得這個Baby Pink的粉色 是比較少優一點 也是 當年粉紅色有很大的一個範圍 我覺得這個顏色 是很甜蜜 而且是以Carry的 對 以Carry的一個粉紅色 我現在這個 就配了一個淺色系的牛仔裙褲 配了一個後底的鬆高樑鞋 這個呢 你預 我自己配一些針織的項目 我真的當它Casual的T Cut 因為其實是那個布質上的轉變 也是簡約的一個 當作是Print字 這個就是做工上 已經是印刺車的時候 已經安排了 但其實它也是一個 基本的Print字款 這樣安排 只不過是布質上的 有一點點改變 這個針織是軟身 現在做到寬鬆的版型 比較透身 要打底的狀態 我現在就配了個Bel 和鞋 這樣令到白色的 黑色位置 就再搶眼多一點點 我覺得這樣配的 Style挺漂亮 有一點點彈性的 那我 現在這個就比較Casual 我配Lady一點給大家 但正如我經常都說 當作是T層就可以了 非常之方便 這個是淺藍色的牛仔裙褲款 這個布料沒有彈性 它有一個直紋的洗水造工 也有一些暗紋在布質上面 在盆骨對落多一點點 就有一個打閘口 你要看到 它的打閘口 是一個放射 撞得斜的cutting 所以用布料比較多一點 它是一個 有一點點像白折裙的效果 雖然白折位只有兩邊 但是它那個 梯形的放射度 那個幅度比較大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它是 有回彈的 它是撞起了一個型的 而且它的型是保持得到的 這個是一個裙褲款 對 裙褲款 寬鬆的版型 褹尾、大腿也是寬鬆的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後腹半象筋腰 對 半象筋腰 另外還有 中馬 中大加大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半象筋腰 我現在示範的是細馬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一共四個馬 這個是淺藍色 對 它那個 拼線的造工 就是復古的黃色 黃色復古線 對 製造一個highlight 這裏的打折位 都是用相同的線去做細節的 再靠近一點 它連那個 裙腳 或是腹腳位 腹腳位的紋尾都很突出的 它不是單一的這幅布 摺了上去 然後斜了黃線 你可以靠近一點看一看 你會明顯看到 我腹腳位的 圖形 是幾明顯的 因為這個是額外做出來的洗水 這一種的波浪 好像 坑紋 有坑紋的手感 不是平的 它是有坑紋的手感 做出來的一個洗水立體的效果 這個的確是做得幾細節的 細節位 大家可以欣賞 藍色這個 我配了一個 很飄逸 很飄逸的一個 裙褲款 對 那 都是這一季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穿針織 因為我覺得 又通爽 對 那個質地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個是針織的款式 它就是針織牌列上面 配襯了一個字 這樣 簡約一點的一個風格 這一種比較簡約的風格 特別是配襯了針織的物料 我也挺喜歡配襯得比較 Lady一點的曬容 我覺得都是一個 簡約氣質的一個展現來的 那我現在就配襯了一個 就是相同然氣質 對 很有氣質的一個 裙褲褲 簡約一點 優雅一點的 對 那當然 我自己也很喜歡配襯 casual的風格 如果配襯 casual的風格 我會配襯一個 比較有特別一點的 牛仔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參考 看看喜歡Lady一點 還是casual一點 但如果casual一點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選一條 有線條感一點的 無論是直腳的男友褲 或者是牛仔褲 都比較建議選一些 有線條感一點的 當然這個款 不算太豐富 都是簡約系的 對 這樣一個簡約系的 下身裏比較建議 配襯一些 有細節一點的 對 或者搶眼一點的 配搭 這個是針織的布料 軟身不吉肉 但需要打底 對 因為是師傅的 是透的 透的 對 寬鬆的版型 我盆均在這裡 就是碰著 對落多一點點 一點都不吉肉 軟身的 非常飄逸的 裙褲褲 對 這個也是偏斯文的版型 你看到它那個 睡覺感非常之強 還有你會看到 它那個白摺的效果 當然是裙的版型 也很像真 對 裙的效果很像真 這個當然是我最喜愛的褲款 這個其實也有鯉布的 對 也挺長的 對 大腿中間左右 還有也不需要擔心的 它是闊的褲管 對 不會這樣貼著 你看到內褲也是一個闊的 Cutting 對 而且它 你看到這個布 也是很聚 不怕肉的 對 你看到Hip這些 大腿小腿 整個褲管都是 聚下去 但是不怕肉 垂罪感強 而不怕肉 的布料 這個是FREE SIZE 半象筋腰 但那個彈性度 都真的非常之厚 還有一個袋 對 這是後兩側的一個斜側袋 那你會看到 我挺欣賞的 這個就是前腹這個位 壓得很漂亮 很平順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一個偏斯文一點的版型 因為我通常把那樣東西 分類為斯文與否 通常我看它的那個 腹 腰困的版型 通常有 這一類毛痕的 毛痕又會歸納為斯文一點的效果 斯文一點的造型 對 兩個色 我穿的是黑色來的 手拿著這個是灰綠色 同樣地都是相當之飄入 很聚 很聚的一個效果 你要看到 後腹的那個果牌 這樣的 橡筋相當 相當之密集 所以就可以 造就了一個 彈性到非常之好的一個 現身度 非常之舒服 這些位置都是壓得很漂亮 當然啦 副館和HIP都是比較 不是比較 很寬鬆 這個呢 它是比較 聚一點的 直一點的 你會見到 是很直 我入的一些 裙褲款 通常 是A-line多的 我會見到 這個的分別 這個呢 你會見到 其實它整個褲 都是很寬的 我覺得其實 都是一個 少少不同的地方 它這一隻 是比較直的 一個線條感 多一點的 不算太A-line 就算它用布量那麼多 因為它的布真的很聚 所以 垂聚下來 就會變成它 是比較 直的一個線條 我也是這句 1.58米 貼腳面的 平底鞋就貼腳面 如果後底鞋 就可能再高一點 不過 我自己對 長度 就不太挑剔 我覺得 始終是半 橡筋腰 或者半折的東西 款式 對 你也可以自己拉高一點 或者放低一點 都是一個 比較 可以調節 或者控制到的 一個範圍 對 那我現在就 做得非常之Lady的 一個Style用 主要看飄逸感 對 那布質非常之好 也是一個 順滑易打理的 質地來的 對 那 因為已經講了一陣 現在繼續綁 對 對 那 也是 水醉感很強 對 也不用擔心 對 非常之容易打理的 質地 另外一款的 針製 那這個是 少少得薄的 短袖款 因為 你說是不是 正確一個袖 也不是 那你這樣看 是偏向背心的 但是它是比較闊的 所以 垂墜下來 就有少少得薄的效果 遮到肉肉的 而且 你會見到 它那個 這一節 是比較闊身一點的 對 所以剛剛好 可以蓋住了 做回 手袖的效果 但是 沒有夾圈 或者薄位線 的延伸 單望 就是 似背身款 多一點的 但是穿上身的效果 就有少少得薄的線條 這就是兩個顏色 這個是米黃色 米白色 這樣好一點 對 米白色 我現在穿這個 就是灰綠色 這個也是一個 線仔的針織布料 這個是麻花的圖 對 是麻花的圖 這個甲圈 是一個薄身軟身的質地 去到三腳的位置 這裏也有相同的 螺蜜位 這個 這個 是透的 甲圈就有 一點低 一點 不算很超過的 後腹 也是有相同的 麻花造工 這個也是這裏 很涼爽的 很適合香港穿的 兩個顏色 我現在就搭了一個 搭了一個 灰綠色的 裙褲 一個顏色 看來非常之舒服 搭了黑色 也是簡約的 氣質配搭 這個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前提 我自己特別喜歡麻花的圖片 針織穿上去 也是很適合香港的天氣 涼爽一點 這個 我自己現在就 就是穿了Bratok 沒有額外打底的 我覺得 就爽一點 看看自己習不習慣 這個 我自己覺得 這樣 我自己也覺得OK 還有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圖片密集到高 不算很疏落 但是你說看不看到 是看到的 但是那個範圍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接受到 對 但是也是這句 因人而異的 可以結合一下 看一看 你說通不通 看不看到裡面是看到的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針織的排序都算密集 但是我自己覺得 穿著Bratok 都可以 但是我的前提是Bratok 對 Bratok 可能真的未必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是覺得這樣 是 安心多一點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色彩 另外這個白色 米白色 我就會配直紋的西褲 或者 直紋的男友褲 對 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我現在這個 一個色彩的配搭 亦是很有氣質 而且 清雅一點的 那個麻花是已經有一個 比較 簡約氣質 清雅 清雅氣質 的方向為主 當然這一種的 Pattern 都是很 真的很耐心的 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Bratok 是有彈性的 對 軟身筋肉 這個灰均綠色 是一個 Freesize 半象筋腰的 Cutting 那這個呢 它是一個 闊的 褲管 對 垂直感非常之 強的 闊 褲管 對 你這樣看 都是很 複裙的 版型 加上它那個 前複 你看到 每邊 打了兩三個 兩個的 閘口 令到它那個 用布量 和那個 線條的效果 都是比較 偏向 Lady的一個 造型 這個呢 它是有兩邊 側袋的 對 有側袋的 而且它是有 里布的 雖然是比較短 但是也是有里布 而且它那個 褲管 也是寬鬆的 對 不是窄和貼的 另外一個 賣點 你會看到 其實我一直都有強調 這個褲管 那個布質 垂直感很強 但是它一點都不 撻肉 就是不要說 因為這裡有里布 那你延伸下去 你會看到 小腿 或者大腿 的中間 對落的 示範 也都不會說 撻肉的情況 而且你會看到 它是充滿著 飄逸感 和舒服的感覺 對 鬆懷的橡筋 給大家看 這個是 三尺 半橡筋 腰彈性 延伸度是非常之好的 你看到後面 那個密集度 就看到那個 延伸度 而且都不透身 是很實色 而且布料是很容易打理 非常之方便 比較推介這個灰綠色 其實我覺得包色都OK 真的很容易搭配的一個 這個灰綠色 我覺得也是比較特別 黑色就穩陣了 經常都這樣說 黑色就穩陣了 但如果你自己都是比較多 黑色的單品的時候 我都很建議選這個灰綠色 不難消化的 也是很有氣質 而且它的顏色 是比較特別的一個選項 對 這個米色的麻花 我就穿了一個直紋的 男友褲 那鞋呢 我特意穿了兩邊 不同的風格 給大家參考 因為我覺得 這兩件的單品 或者配襯出來的效果 很忠誠 還是很忠誠 不是太有明確的方向 如果你穿不同的鞋 我覺得可以帶到多一種的主導權出來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這一邊就覺得型格一點 有風格一點 這一邊就比較斯文一點 女士一點 上班一點 如果你再換一些尖頭鞋 就那個女強人風格 那個氣場強勁一點 這裡換鞋 就已經可以呈現到 三種不同的風格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就是 對我來說 各自的配搭 都是很闊的一個範圍 這個也是一個很容易搭的單品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麻花搭這個殖民的褲 對不起 男友褲款 褲款 褲款也是一個 蠻有特色的 蠻有特色的一個風格 也是說多一次 這個款是透身的 要打底 我現在就示範著 穿bra top 就看到那個分別 但是 你問我這樣 自己出家 我可以嗎 我是可以的 因為香港去到七月 真的很熱 而我自己這個是bra top 所以那個 安全感度好像多一點 掌握得多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樣配搭我可以的 這個款是看似背心款 但是它那個手袖 這個部分 就不是說 你叫做手袖 其實它是一個背心的延伸下去 好像一個三腳的羅蜜位 這樣 對 少少得薄的設計 這個版型就寬鬆 去到三腳的位置 就相同的一個羅蜜料 就做回收進去的一個剪刀 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像我現在這樣配搭 因為這裡有一個羅蜜蜜 如果你不喜歡看到 那也可以這樣放進去 或者直接把它翻進去 對 那就呈現了一些泡泡的一個線條 我穿的這個是黑色 手拿著這個是豆沙紅色 這是橫間的圖案 這個是手袖是LACE 而且它也是用了橫間的圖案去做配搭 而且在LACE的圖案上面 還有其他幾何圖案 去到手袖口的位置 就有一個波浪做結尾 那手 抱歉 接駁位 駁位的位置也打了一些雜口 令到那個上身的效果 有一點點膨膨的一個線條 但是不需要擔心 不超過的 對 那手袖就去到這個位置 是非常友善的一個配搭 真的很容易搭 因為橫間配襯LACE 我也是挺喜歡的選項 對 我也是挺喜歡的選項 那布質是很輕的 很薄身的 有一點點像竹節綿料的 它薄身的舒適度 對 那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很少 很少頭 但是 又不是沒有 又不是完全實的 但我覺得不打打是OK的 那這個是黑色 那版型是非常寬鬆的 有彈性 手袖這些位置都是安全的 那這個款呢 我自己覺得 因為它是又有橫間 又有LACE 所以我覺得 襯LADY的 Casual的 都OK 我拍商的時候 我這個顏色 我忘記了 我記得這個款 我是有襯一個 垂罪感很強的 一個 雪紋裙褲 剛才說 垂罪感很強的那個款 那是非常有線條 也是很LADY 那我現在呢 就襯了一個灰黑色的 牛仔褲 那素造都比較 Casual 有Style 那一會兒呢 這個顏色呢 我都會襯牛仔褲 那大家看 顏色相同 都是牛仔褲的穿搭之下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類的 牛仔配搭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也是一個很寬鬆的版型 可以看多次的手袖 因為那個手袖 都真的挺漂亮的 那個Pattern 我覺得它撞得很好 是大家都是在橫間 很Connect到 即是很連繫 對 那個款式很連繫 那幼身的橫間 特別易襯的 因為粗 可能始終都是比較 搶眼一點 那又這麼幼 又軟的顏色 就是比較容易 carry的配搭 副款有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灰黑色 手拿著這個是藍色 大家那個洗水紋理 都突出的 比較明顯的 這個呢 它是有明線的配搭 藍色這個呢 就配襯了復古的 黃色明線 灰黑色這個呢 就跟回是灰黑色的 如果你說計線的 對比度來說呢 藍色這個呢 會比較明顯的 這個呢 就跟回原色的灰黑色線 這個呢 顏色對比度會明顯一點 這個呢 那個長度呢 我示範了 對 正常的狀態是這樣 我自己拍照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對 兩個不同的示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款呢 我覺得 我最欣賞的地方 是 小幅這個位 因為我覺得 它壓的那個位 壓得很漂亮 我不知道是真的 就是 視覺上 還是觀感上 因為這個位呢 你看到盆骨對落 多一點點 你看到有一個 V-cut的剪材 還有 除了這個的剪材之外 它的副管用 造工上 都是 多樣性點 造工仔細點 造工做得仔細點 我這個位 是壓得很漂亮的 完全平順的 是很顯瘦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呢 它是 直腳的版型 這個呢 它不算是男友Cut 不算是男友Cut 你會看到 Hip的浪位 不算很低的 但你不是說 去到貼的Skinny 不是Skinny 來的 直腳褲款 你這樣看 就會明顯一點點 因為你看到 很直不甩的線條 我覺得是 它的Cutting 做得很巧妙 特別是 盆骨那個V-cut 去到副管的位置 你都會看到 很直不甩 平時的袋位 這裡會有一些 痕跡 就是剪材的痕跡 這個呢 其實也有袋子 但是這裡呢 沒有那個 袋底的 剪材 接駁 先 這個位置 做得很利落 整個位置很利落 所以我覺得很直 直不甩的感覺 這裡你看到 是多幅的一個剪材 後幅是一幅過的 前幅是開了二的 在這裡就伸延下去 那我就摺了 褲腳 位置 做一個直腳的線條 這個呢 它有馬分 當然 後幅是半 抱歉 它是全象緊要 對 全象緊要 這個呢 我現在穿的是 細馬來的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加加大 對 一共五個馬的這個 這個布質有彈性的 對 整條褲都有彈性的 雖然這樣看 拉下去好像不太多 但是它是全象緊要 穿上去 延伸度 都是舒適的 因為它分馬分得很細 所以它那個 很少去到加加大 那這次這個呢 就有加加大的尺數 所以它的馬數 這個位置 或者在剪輯上 做得再到位些 再仔細些 你看到這個保持位 對 不是說 脖子 也有少少鬆 但是就沒有去到 男友褲的那個 效果 你以為是直腳款 那它布質有彈性 非常之舒服的一個 對 對 現身度 這樣 我現在就配了一個 同樣是灰黑色 黑色 sorry 黑色底的一個 環間 Lacetop 對 配了一個 厚底的 兩下 這個豆沙紅色 我也是配了牛仔褲 那 剪輯呢 是比較類近的 但是 都會見到有 不同 當然有不同的分別 我才會 這樣去示範給大家看 那當然 剛才的示範 是比較個性型格一些的 但是你會見到 這個反差 同樣都是配牛仔褲而已 或者 都是比較 直腳的褲款 那你會見到 這個造型 我只要觀感上 是比較Lady 一點的 那當然 當中的 就是 那個 配襯 是有不同的 那我 Bel 配了一個 淺色系 特別是鞋 剛才的鞋款 是比較厚底 型格一些的 這個是比較Lady 一點的線條 那當然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那當然 另外一個 主要的攻勢 是 就是那個 褲款的Cutting 那我再慢慢介紹 那我展示了三身給大家看 一個 寬鬆的版型 布質有彈性 那 款式 就是一個橫紋 橫紋的pattern 三身是橫紋的pattern 那手袖 也是配襯了橫紋的pattern 再 附加一些幾何圖案 去做一個配搭的 那手袖 甲圈的位置 都安全的 你說 需要不需要打底 你這款我覺得不打底 都OK 那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布身很薄身 非常之 輕柔的 舒適度很高 而且是很百搭 那 配襯不同的下身 可以帶出不同的風格 那 剛才的一個暗黑系 或者是 偏向型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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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想搭一個 比較 Lady一點的 也可以搭 A-Line裙 或者飄逸感強一點的 雪紡裙 褲款 那我現在這個 就比較 鬆容一點的 鬆容得來 但是偏Lady一點的 對 那就有這兩個的分別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想搭得再 Lady一點的 那你就取決於你的下身 那可以選一些 Lace的單品 或者一些 Layer 玩Layer的雪紡裙 都可以的 就是再去盡一點 那如果你說自己 輕鬆一點的 牛仔褲 都是一個 植物的 一個 那牛仔褲 當然 都有很多不同的 cutting 不同的 展現 Style上的 不同的展現 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啊 我想說 那個薄位 都挺漂亮的 因為它有打了閘口 令到那個 細緻度 會 它cutting的細緻度 會提起一點點的 那把薄位出來 那個效果都挺漂亮的 這個褲款 是偏Lady的 男友褲款 我想說 我自己覺得這個褲款 是偏向 女生一點的 觀感的 而且它的線條 或者它的細節位 它也是 想展示這種風格出來 那這個就是 後腹半象筋腰的 後腹半象筋腰 它那個腰圍位置 這些位置 頂部的位置 就是一個小小的 餃子摺口 前腹就是平的 對 前腹就是平的 那這一款呢 它是男友褲的cutting 但是偏Lady的cutting 都比較少 我不是很少這樣說的 男友褲 通常就是男友褲 或者偏入系一點的 但是這一款 是偏Lady的男友褲 我好像是第一次說的 那這個就是兩個顏色 淺牛仔 和深牛仔 對 牛仔布料 那這個呢 它有一個大的褲袋位 有一個 誇張一點點的線條 斜咳的 而且你會看到 除了斜咳之外 它也是有一些 玩款的壓線 那這個壓線是在面的 不會車死進個袋裡 那它那個 褲管呢 對 展示一下給大家看看 那它是這樣的 對 那你會看到 褲子 大腿 都是寬鬆的 正如我所說的 一個男友褲cutting 但是它出來 襯的style 我覺得 跟平時我襯的 男友褲款的 效果都有點不同 因為我 一些casual的T-cut 如果要襯男友褲 會令到那個觀感 偏向casual 那通常 男友褲都是有這個 style 或者影響力 對 那這個呢 我覺得襯Lady的單品 是有一種 再提升了 就是令到 很少說的那句 Lady 得來casual 就是在這一種 男友褲的當中 它是有這一種的感覺 那個觀感 可以給我 對 我不知為什麼 對 但是我穿出來 或者配襯的時候 就有這一種的 形容詞去形容它 它是偏Lady的 配襯一些Lady 有Laze 或者一些Lady元素的單品 它也是可以做回一種 比較鬆容 casual的觀感 是一定有 因為始終都是寬鬆的 男友褲 但是它是很適合襯一些 有Lady元素的 就是T-cut 令到那個款式 同樣地 都是可以兼顧到 casual的 也是有Lady的 是的 有這一種的 形容詞去 就是給我 這樣 大家都可以參考 你問我 正確為什麼 我不能回答 不過我穿出來 或者配襯的時候 我有這一種的 感覺 是的 那如果你這樣拿 那個版型 不是太太 有 我剛才說的形容 是穿上去才有的 穿上去 配襯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有一種 如果要配襯一個 casual 但是偏Lady的Style 我會想到它 是的 那Soy的腰圍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 後腹半象筋腰的 這個彈性度 是比剛才那個 大一點的 因為這個整體來說 那個褲 Cut 是比較寬鬆 那這個 我現在在做這個小馬 另外還有中大 加大 這個是一共四個馬 是的 比較寬鬆一點的版型 對 比這些都是寬鬆一點的 那大家可以 明顯看多一點 因為我特地示範 是同一個三款 配兩種比較類近的 下身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個 分別了 一個充滿著漫畫風格的 美式漫畫風格的 一個Vintage圖案 一個相當之焦跡的 一個兔仔樣 兩個顏色的 我穿黑色的 手拿著這個 是白色來的 那除了一個圖案 很搞笑之外 那它的領位 和手袖口 都是配襯了 波浪的Lace 而且波浪的Lace 邊位 就有一些針織 sorry 羽毛針狀 羽毛針狀的 Style 對 軟身的質地 那它很可愛 很美式 美式 Vintage 的 美式漫畫風 對 的 效果 是一個相當之寬鬆的 版型 來的 那我現在就配襯了 剛才同系列的 那個 比較Lady的 男友褲款 對 因為始終都是有一些 Lady的原素 有Lace的配搭 所以 我想配襯得 對 就是Match到 這一種元素的褲款 對 其實整個版型 都是非常之寬鬆的 有一點點彈性的 實色不透 你會看到 手袖口的 型態 或者 那個 手袖的型 都是保持得起的 對 這些位置不會放上去 因為 你有Lace的配搭 不想令到 款式或者手袖太太肉 那麼 保持起的型 Lace配搭 就會顯示得明顯一點 是一個 我也叫做Casual的T-Cut 不過 你會看到 它在一些 細節的位置上 就 塗上一點 就是HIGHLIGHT 對 那三身版型都是寬鬆的 對 我盆骨在這裡 都差不多蓋上了 那個HIP位的 那我現在就搭了一個 LADY的男友褲 做一個輕鬆一點的配搭 對 對 那你當 都是當它T這樣配搭 就可以了 因為 都不是難消化 但是你會看到 它的細節 令到你覺得它可以 就是 不會說只是單一的一個T款 對 豐富一點點的細節 這個是深牛仔藍色的 PIN LADY的男友褲 對 那 我現在就搭得 比較型格少少的 對 但是如果這個款 你是想搭得 LADY一點的話 那你在鞋 那方面 就有少少改動 那就有 多一個的選項 那你可以搭得 LADY一點的鞋 也OK 因為 有一些鞋款 有一些 褲款的配搭上 是有些 局限 就是你看見那個褲 你都會覺得 是搭不到某一些Style 但是這個褲 它是 可以配襯鞋的種類 那個範圍都幾闊 那我現在就搭了 厚底的 型格少少的 涼鞋 這個是PIN LADY少少的 涼鞋 那剛才淺色的 就搭了 厚底的鬆高鞋 那 全部都消化到 這個褲全部都消化到 所以那個範圍都幾闊 那你想塑造不同的Style的時候 那當然鞋款也是有一個 決定權在 你看你想哪一種的方向為主 我覺得這樣其實都可以配搭 整個的樣子就會比較斯文 這個就會賢格少少 那你就會見到 就算是近似的單品 近似的單品 都會有不同的 展示出來的味道 那我展示了腰圍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細馬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那後腹是半橡筋腰的 那剛才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那它後腹的位置 腰圍的位置 也有一些 餃子摺的RUFFLE邊 那所以 這個款式是滲透著 LADY的元素的 那你會見到 那個褲管 HIP也是寬鬆的 而且是比較低浪的男友 它也不算很超級的 但是 是低浪的男友款 對 但是未去到 很超級的 可以看看 後腹 HIP也是寬鬆的CUTTING 而且你會見到 它那個 袋位的玩的車線 也是挺有Style 數多次 那個是半橡筋腰 彈性度非常之好 這個是細馬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這個款有四個馬 還有長度 我現在就摺了兩下 正常的長度 我自己襯衣服就習慣了這樣襯 這個白色 我就襯了一個 灰綠色的裙褲款 做一個輕鬆一點的配搭 就襯了一個 後底鬆高鞋 雖然這個 話雖是一個 比較CASUAL的T CUT 但是 但是 這個款 也是有些少少Lady元素 特別是那個 領位 領位 還有手袖口的位置 配襯了波浪型的LACE 都是比較Lady元素 這個圖案 是偏向美式漫畫風的 這個圖案也是比較大的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這個樣子 覺得很搞笑 顏色配搭 也是比較鮮艷的 顏色 飽和度偏高 搶眼一點點的 顏色 正常 襯CASUAL的Style 型格的Style 我也覺得OK 但是如果 你說襯Lady 那可能就 CARE CAKE 所以就示範給大家 看看 如果我喜歡襯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穿搭 所以我說這個裙褲款 真的很百搭 一個CASUAL的T Card 是絕對消化到的 鞋那方面 看看自己喜歡哪一款 如果你自己喜歡 一些涼鞋 又再休閒一點的 趁人子拖的效果都不錯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CASUAL的T版型 或者各個款式上 都有這一種CASUAL的觀感 如果想再襯CASUAL一點的 再適合一點的都OK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我現在穿的是白色 都實的 這些位置剛剛很有PATTERN 所以我覺得不打底都OK的 那手襲口這些位置都很安全 我現在穿的這個款式 是比較有設計感的 這個就是一個色 前面呢 一個色 整體來說是一個色 因為它是仔面不同的 我現在穿的這個 就是滑身的質地 是深藍色 很深的藍色 後複這個就是COTTON 就是淺粉紅色 後複有彈性 前複沒有彈性 這個款就是一個色 一個組合 就是一個色 前複的這個圖案 就是英倫峰歐綠色的圖案 嗯 是的 它的範圍都比較大 那去到旁邊的位置 就有兩個的打閘位 那就是單邊而已 這邊沒有的 那這邊呢 就是直落的CUTTING 那這邊呢 就是有少少 向外小起的線條 那兩邊不同的 那這個款呢 都比較長身的 是比較長身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 那麼長身的話呢 那也可以 摺起 是的 那就單邊 我就比較建議 摺到剛剛打閘的那個位置 那就令到可以 就是都展示到那個 細節 展示到那個細節出來的 那是的 面料就是滑身的質地來的 後腹這個呢 就CUTTING 兩種不同的布質 那在那個領邊呢 和旁邊的位置 其實你 和在手袖的 邊邊位的位置呢 你都會看到顏色對比度 那個效果都很漂亮的 嗯 不過甲圈就有點低 是的 那就看看自己的習慣 薄位 沒有 沒有薄位線 是的 沒有薄位線 是的 很流暢的一個線條 少少得薄的效果 對 後腹就是這樣 比較有Style一點的款式 那而且顏色也是挺漂亮的 都少遇到這種的顏色配搭 這一款我自己都覺得 它那個 味道 是設計啦 無論是設計、顏色 配 圖案 圖案的配搭 是的 整個的collection 都幾 和諧 是的 因為它的圖案呢 都是有粉紅色和藍色的配搭 我不知道是它先選圖 還是先選色 正常應該先選圖 是的 看到它的顏色 通常那個配搭 都是很和諧的 的組合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現在穿這個 都是一個顏色的 是玩設計拼接的 筆規則配搭 你看到是一個雙層的款式 整件衣服的版型就是這樣 看一看薄位 也是沒有薄位線的 是一個雙層的層次 這樣去到薄位的位置 就奢死了 靈邊當然也是奢死了 是綿尿的位置 綿尿的布料 就是一個歐花的 歐花的針織 當然是薄身 始終都是夏天 它底層就是薄 你看到這裏 做一個斜咳的線條 所以我剛才也有說 這個是一個玩款的 不規則 它免料的那個 除了一個 歐花的布造工 歐花的造工之外 你會看到 是一個排列整齊的 十字花形的一個圖案 來的 凌格十字花形的圖案 看來是非常之舒服的 領邊 手袖口 都是拼相同的布料 顏色配搭 這個後面也是可以開的 我已經想當時 玩了一點點的層次 可以把裡面的那件 放入褲頭位 或者裙子的內部 做一個 不規則的配搭 其實這個很友善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這樣展示的層次 也可以 你喜歡這個 短一點的 也沒有問題 自己調配 就已經可以了 板形也是寬鬆的 Inner那層 有彈性的 免料這個 也是有彈性的 少許 這個彈性度 比較高 沒有薄圍 空闊 甲圈也是充裕的空間 因為這個 手袖沒有薄圍 所以 甲圈也是寬鬆的 尺寸 我拍照的時候 就襯灰綠色的裙褲 沒有錯過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 直腳的 褲褲褲腕 襯了一個 涼鞋 做一個 稍微的配搭 都是很穩陣的 因為上身這個 都夠搶眼的 無論是層次 圖片上 顏色都很漂亮 是藍瓜 藍瓜橙色 藍瓜橙色 比較特別一點的顏色 在cutting上 層次上 都很夠 都夠搶眼 所以在下身 如果想Lady一點 可以襯裙 如果喜歡Casual一點 輕鬆一點 那襯上 這一種牛仔褲 其實不一定是這款的 大家可以參考 或者自己衣衛裡面的牛仔褲 其實都無所謂 都是一個很百搭的單品 即是百搭的牛仔褲 隨便一條都好看 這款牛仔褲 是非常顯瘦的 而且它的剪裁 是很到位 它除了是一個 彈性 全脹筋腰 腰圍位置 全脹筋腰 在馬數分明上 更加有五個馬 我現在示範的是 細馬 還有它的盤骨位 副款的盤骨位置 做回V-cut的剪裁 所以令到 剪裁或上身的效果 是非常顯瘦的 這一款 它是 一個有彈性的牛仔布料 前幅的副管位置 多幅的剪裁 令到上身的線條 更加立體 配搭這個V-cut 令到線條感更加細緻 這個是細馬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它的腰圍 全脹筋腰 反下去 有全脹筋腰 延伸度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另外還有中大 加加大 一共五個馬 所以馬數的細緻分明 令到直線條感 或者上身的效果 會更細緻 真的比較少有些 加加大 在市面上 是一個 它算是挺寬鬆的 因為這個款是 直腳褲款 不是男友咳的 偏鬆 始終不是脾氣 是直腳褲 有修飾 身形的立體感 也是比較顯瘦 但又未到脾氣 所以穿上身的觀感 舒適度 會比脾氣更加舒適 同時也有顯瘦的效果 去到脾氣和脾氣的位置 雖然不是很難有低浪的那種 cutting 但也是寬鬆的 不需要擔心 你見脾氣這些位置 也是還有空間 對 這些位置 那布側也是有彈性 然後再掃褲管 我現在 平時拍照就摺了兩下 正常就是 正常就是正常的長度 這個偏型格少少的 這個副管 多一幅的剪裁 還有你會見到 小幅 我們小幅的位置 都是壓得很漂亮的 當然我說的壓 是它的cutting上 可以做一個顯瘦的效果 就不是 脾氣的那種 脫著 沒有脫著的狀態 都是很鬆容 是一個相當之優雅的穿搭 這個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它是脫薄的背心款 它沒有手袖的 因為它沒有甲圈 沒有手袖的折薄 但是它那個 膊位的位置偏寬鬆 就不是平時 即不是這隻的背心 它也是少少脫薄的 少少脫薄的cutting 不過甲圈就有點低 因為這隻 後腹的這幅布 這個布 沒有彈性 所以 空闊 甲圈 都是比較充裕的空間 這個是一個 V-cut的 C-through-eye 這個是我的Inner 所以比較建議打底 加上甲圈也有點低 所以 整體來說也是建議打底 這個是一個Double-Layer的設計 淺色的這一幅 就是一個雪紡的布料 滑身易打理 綿綿這一幅 有彈性 而且是一個 花系的圖案 我不肯定是玫瑰花 花系的圖案 呈現了一個波浪的線條 那個對比度也很明顯 是非常漂亮的一個設計 我也挺喜歡這一種Double-Layer 又不是說是背心款 但是就有一個遮掩手臂的 對 那它是介乎 短袖和背心款的中間 對 你說它完全是背心又不是 完全的短袖又不是 剛剛沒有拿正中間 那是剛剛遮掩手臂肉肉的 的效果 這一幅呢 就撕死了 後腹的位置 後腹的位置 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 是不是呢 呃 很少了 我們叫沒有的了 對 前腹這個就有彈性的 那頂邊呢 亦都可以做一個highlight 這個V-cut其實也挺漂亮 挺有線條的 對 雖然要自己打底 不過我覺得如果我這樣穿Low-cut的 那個情況也沒問題的 對 不需要覺得厚重的 另外那個Layer呢 我都挺建議這樣搭 就是把Inna那件呢 放進去 可以做一個短版型一點的 對 除了顏色對比度之外 你都會看到 在三腳的位置 有一個波浪線條 這樣搭那個優美一點 對 這樣搭的效果優美一點 如果你喜歡搭 對比度大一點 這樣也OK 因為你會看到那個層次 延伸度 你三腳的位置 也有一個弧度的線條 他也不是說 只是單一 一定要這樣 或者這樣 因為你會覺得 兩個方法的風格 都挺漂亮 出來的效果都 吸引 不會覺得單一 只配合到某一種效果 大家都可以看看 我都覺得這款斯文的觀感 是挺吸引的 無論在線條 對比 布質上 Cutting上 都是一個 挺仔細的一個款式 這款式 比較韓系 比較型格 也比較誇張的版型 這個細節是玩的 你會看到 其實它也挺誇張的一個 Ruffle 這個真的有手袖 不需要擔心 這個真的有一個寬闊的 甲圈和手袖 我講一講它的細節 這個是V-cut的版型 我穿的是白色 這邊這個是黑色 白色這個 是有點透的 中間的Pattern 你別走 中間的Pattern 是Vintage的 的 美式的 的懷舊風格 是一個超級的版型 當中它的 細節位 除了一個 空側Ruffle 比較誇張之外 可以留意三腳的位置 它是呈現斜咳的 是一個斜咳的版型 不算很誇張 但是你也會看到 是一個斜了的線條 除了三腳之外 在 那個 旁邊 也會有明顯的對比 那 夾圈就走光 這個 比較誇張的 風格 所以下身 我就趁 直的褲 就已經OK了 那個版型 非常寬鬆 不過這個 因為我操作拿的時候 我以為 只是 就是 Ruffle 我看不到 那個手袖 剛剛遮蓋了 真的有手袖 那 是 獨薄的設計 融欄系的 超級的Cutting 來的 那 它那個 腳位 比較少 遇到 是這種斜咳 所以都要講 細節一點 那 我現在搭了直腳的牛仔褲 做回型格一點 或者 令到 你上身 這個位置 比較oversize 跨張一點 那下身就 輕一點 那個Cutting 就平衡得到 黑色這個 我就搭了一個 綠色的 均綠色的短褲 其實都是這次 新版的 單品來的 那這個呢 除了一個比較型格 或者 韓系的 Style之外 優閒一點的 風格 我也想示範給大家看 那當然要一些 就是少少 accessory 幫助 對 那因為始終這個版型 都是非常之寬鬆 那 休閒的感覺 是一定配襯到的 那看你想 休閒的度假風 或者是 casual的型格 那你看看自己 怎樣去balance 那這個 那這個 講講detail 那就是一個 非常之寬鬆的版型 來的 薄位斜咳 去到 腰的 中間的位置 因為它未到三腳的 對 大約腰的位置 那就是做一個斜咳的剪裁 斜咳的 斜咳的拼折 拼折了一個 誇張一點的 ruffle 那這個是一個刺繡的 做工 那它比較密集一點的 就是ruffle 用布量也是比較密集一點 那這個甲圈就非常之寬鬆的 那是 走光的 對 對 對 那看自己是否要介意 那V領位是安全的 對 那如果你覺得 都不介意的 其實不把底也可以的 因為剛才白色的那個 就有點頭的 黑色這個 就是實色的 那除了一個比較誇張的 斜咳剪裁之外 這一款 那三腳位置 就是微微的延伸 對 這邊斜多一點 對 這邊多一點 這邊是上多一點 那兩邊斜 就是長度不一 斜咳剪裁 那如果想搭 輕鬆一點的 那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現在搭短褲的配搭 對 那我都 我覺得 沒有這個accessory 那是令到那個 就是度假風 那個style上 是提升的 那當然是靠它 那如果你說不喜歡搭 哎呀 不喜歡搭帽的話 不喜歡搭帽的話 那也可以 就是看看 現在這個 簡約的風格 對 那可以搭帽 那可以搭帽 對 那可以搭帽 因為這個top款 其實那個造型 都很出色的 因為 就是比較搶眼 那麼偏尾 是一個美式 Vintage的 print圖案 斜咳的一個 Double Layer的線條 對 對 比較有設計感一點 那同時間 都是比較誇張的 那下身 你也可以參考我 我剛才的 直腳款 或者這一種 比較輕鬆一點的 短複款 那短複款之餘 如果你想搭一些 度假風的 或者旅行風的 那也可以搭不同種類的 母款 去提升自己的造型 對 這個褲款 都是今次新的單品 那它是一個 玩 Ruffle 對 它腰圍位置 玩一個 狀色的效果 那我現在穿的 這個是均綠色來的 那 顏色上 明顯對比度大一點 那黑色呢 兩邊都是黑色的 那所以 不是太明顯的 那一會我再 上身再示範給大家看看 那 那這個是一個 短複的版型 那沒有拉鍊位 沒有扣扣位 那就是一個 拼接 加上一個 Ruffle 去做細節 這個呢 算是一個 中性款式 它不算是很闊 但又不是窄腳的 就是剛剛所有的東西 都是剛剛好 剛剛好 的cutting 那布料呢 有彈性 非常之好的彈性 是的 薄身的 質地 那兩邊的袋位 那 腰圍位置就是 整個設計的 重點 highlight 那這個款 是有馬數分的 有馬數分的 我現在穿這個是細馬來的 我現在穿這個是細馬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一共四個馬的 是的 那彈性度都相當之不錯 那它是全脹筋腰的 就是這個位置已經是 彈性相當之很闊 這裏就沒有彈性的 是剛剛這一節 比較粗身的這個Ruffle位 那就是整個的橡筋款 橡筋位置 橡筋位置 後腹也是有的 那麼 那個 蜜位也是寬鬆的 剛剛有示範過 布質有彈性 是 現身得非常之好的 那是 基本 即是基本的 不算是太花巧 但是你也看到它有少少細細 那是 絕對 容易搭配的 因為 簡約的款式 但是 沒有設計 沒有Cutting 又不是那麼好 即是簡約的款式 都要有Cutting 都要有Detail 是的 那這個就 容易消化一些 或者容易Carry的 一個款式 對 反省度真的很好 我現在穿這個T款 一個色的 那是相當之搶眼的一個 Pattern 簡約的風格 那這個是Casual的 真的是Casual的款式 來的 那是OPLINE的T卡 那是一個 心形 那它這個心形的顏色 配搭就非常之吸引了 對 好有 色彩繽紛的 漸進效果 對 那除了 深深配搭之外 外圍的顏色配搭都很漂亮 而且 中間正宗的部分 就配搭了珍珠去勾畫 那個線條 那是挺漂亮的 一個 小小的點絕 對 偏置符碗 我現在就搭了一個 短褲 因為 都是Casual 即鬆容一點的 那都是這一句 其實這一種T Cut的 配搭方式 真的 閉上眼睛 一件下身出來 都搭到的 碎花 短裙 短褲 西褲款 還有什麼 period的裙款 特別的牛款 特別的牛仔褲款 對 那都是全部消化到的 item 來的了 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你喜歡這一款的 pattern 那就已經OK的了 所以都是 顏色和硬直行先的 對 那搭搭程度就OK的了 對 不用多介紹的了 那是小小透 因為這個是白色來的 那麼 那個板斌 這樣 一點點彈性 那我盆骨去這裡 還沒那麼細 差不多一半 對 差不多一半 對 這個款 真的你喜歡的 pattern 就已經是極好搭的了 對 這個副款 黑色的副款 它的腰圍位 就玩了兩層的 layer 這個橡筋位 就呈現了一個 餃子摺 這個是黑色來的 黑色和黑色的配搭 沒有那麼明顯的 對 如果你喜歡 攝衫的話 也會展示到 Ruffle邊 對 不過你說顏色對比度 即是副款 這兩部分的對比度 的確沒有那麼明顯的 對 如果你喜歡攝衫的話 這個Ruffle邊 也會展示到 細節出來 短副款 布料的彈性度非常之好 極度之彈性 而且是很薄身 透氣度高 很舒適的布質 因為這一間是專出下身的 所以他們選擇的布料是特別漂亮的 考量的東西都特別細緻 這個款是 全象筋腰的 全象筋腰 我現在穿這個是細碼 另外還有中大加大 一共四個碼 這個就是白甲的 短褲款 對 就沒有一定要配什麼 我剛才示範的 是比較 型格 或者比較 casual 我現在想配Lady 的鞋款 亦是比較適合 因為這個褲的版型 不算是太 太有角色 對 它屬於很中容 可以配Lady 配搭鞋 你想配型格 配搭鞋 配搭鞋 對 這個就是它沒有什麼 角色 所以可以變成很百搭 所以 沒什麼所謂 輕鬆一點就可以了 我現在穿的 這個是一套的 對 一套的配搭 來的 是一個 over-size的browsers 牛仔布 軟身的牛仔布 兩個都是相同的布質 來的 是一個相當寬鬆的版型 內 這個 裙褲 對 這個裙褲 就是闊身的橡筋 很闊的 它有個袋位 而且它的版型 是偏向 你看到 有回彈的 都是 穿起來了的 因為 這個款 正如我剛才說 它是一套過的 款式配搭 你看到相當寬鬆的版型 它想做回 有少少像連身裙的效果 就是你連接它 如果你單穿這個 這個又不行 你裏面也要配搭 它就幫你配搭 而且那個版型 是有延伸下去的 你看到 都是微微向外延伸的 一個cutting 當然 你完全可以獨立分開 配搭 你外出這件 這件browsers 也可以配搭 其他東西都沒問題 不過一套 我就會一套介紹 這樣 這個是 3 size 你看到那個橡筋都相當之寬鬆 不是 相當之厚 相當之厚的 寬鬆 寬鬆 對 我彈性度相當之不錯 這個是有袋 其實真的挺細緻的 不是只做一個 裙子的裙子就算了 你會看到 是一個裙子的形態 大褲來的 對 那我浪位都是偏低的 浪位都是偏低的 不是小 不是貼的 那種 那臉部位就是這樣 對 相當之寬鬆的 尺寸 對 如果你問我 我就很少會這樣 這樣 這樣穿 對 我覺得這樣一套 那個現身下去就 挺漂亮 因為我都比較少遇到這一種 對 我也挺喜歡穿browsers 對 但是 自己比較少遇到這一種 這樣一齊 裙子的 類型的 Cutting 那我摺起了那個手袖 正常的狀態就是這樣 對 薄身的牛仔布料 軟身的 它的車線位 就是復古的明線配搭 黃色的明線配搭 對 質地非常之軟身 還有寬鬆的版型 是全開胸的款式來的 如果你喜歡摺的也可以照摺進去褲頭 這樣去配襯 不過 因為 正如我剛才也有說 這個款式比較over size 那如果你摺的話 可能這些位置就有點膨膨的 對 看看自己介不介意 有一點 真的有 因為衣服真的太闊了 所以 你說 一天你就摺光了 就是真的多 不過你後面那個位置就會 就是拱一點 因為你要 握到它幾多下 這樣好一點 少少 不是太什麼的了 就是 都有一些 拱起的了 因為 因為 尺寸比較大 寬鬆 不過有件事 挺欣賞的 就是你見到我 握到這麼皺 放進去之後 放出來 其實那個質地 都看到是挺Smooth的一個 狀態 不過我覺得這樣 鬆溶一點都挺漂亮 還有 都有袋 沒有機會走光的了 雖然鴿片低 但我覺得都OK的 這個 不需要打底都OK 薄身的質地 不刺不透 不太肉 這個也是設妝的款式 是一個全開胸的brosser 加褲 這樣的風格 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香檳色 手拿著這個是灰綠色 布質 大家都是相同的 一定是設妝的 兩種顏色的布質 都是帶光面的 亮身的 所以我現在穿這個 比較近 是香檳色 多一點的 亮身的效果 這隻 是軟身的 麻綿料 來的 滑身的質地 是一個設妝的配搭 褲子 褲子也做得挺細緻的 你看到褲子也挺薄的 褲子的部分 就做了一個層面 是有鯉布 你看到都是闊身的鯉布 非常安全的 變成就實色了 不透 衣服是透的 要自己額外打底 對 是做一個休閒一點 舒適一點的配搭 我自己應賞到摺了 摺了手袖 正常的狀態 就是一個長的 browsers 款 薄身的布料 對 一定是薄的 始終都是夏天 我都有攝衣服去做Style 可以做一個配搭涼鞋款 我自己比較喜歡配啡色的 不會太好 比較喜歡配啡色的層次 因為那個顏色彩色好像比較適合 Style上 我拍照就這樣攝了衣服 也有無攝衣服 兩個我都有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以攝衣服為主 因為想展示一個層次出來 給大家看 會明顯看到那個副款的存在 大約就是這樣的 大約就是這樣的Style 是比較鬆弓的款式 你也可以做防曬 因為我自己是挺喜歡的browsers 就是夏天的browsers 特別舒服 因為它滑身 夠薄 你裡面穿個browsers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那麼喜歡透的狀態 也可以配合小背心 做一個輕鬆一點的配搭 這個當然可以完全分開 都是可以分開配襯 這個是free size的 彈性度非常之好 這個是細心的加分位 因為布料是透的 他打算做褲子 沒理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做一個全裏布 而且是闊身的 做一個輕鬆一點的配搭 這個料是非常滑身的質地 來的 後腹也是寬鬆的版型 如果你想 輕鬆一點的觀感 就把衣服拔下來 做一個輕鬆一點的風格 我現在穿這個是香檳色來的 這個是灰綠色 那隻布料 也是帶光面 亮亮的效果 其實這個鏡頭也看到 它那個亮亮的質地 還有Close up看看 它是一個帶直紋 或者帶暗紋的 暗透光 對 帶光面的質地 相當滑身的質地 這個顏色就會明顯一點 就是那個光感 這個副款 都是相同的布料 副款的那一部分 因為布料是頭的 他就做了一個鯉布 對 做一個安全一點的 的細節 對 那個鯉布也是闊身的 對 不需要擔心 那布質不太肉的 你看過副款也不是說 太肉的那個效果 對 都是有回彈 那副型也是寬鬆的版型 又做一個 就是斯文德利 有一個鬆弓的效果 我這邊就摺了 這邊是長的 那大家可以分別這樣 看一下 對 兩種不同的Style 整體都是鬆弓的 整體都是稍微鬆弓一點的 款式 對 寬鬆的版型 那你也是可以分開 獨立配襯 自然 絕對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那個版型是寬鬆的 布質就沒有彈性的 對 放晒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或者其實都可以當做一個 防曬衣的 因為我夏天都喜歡穿長袖 那當然不是說 即是 焗熱的那種 是麻眠料 薄身透氣度很高 那你可以穿個 小背衣 或者 bra top 已經是一個 又防曬又可以 即是頭薄涼爽的一個 Style 對 那下身就襯什麼 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鬆弓一點 都OK 對 這個也是挺舒服的一個 穿戴 對 對 大概就是這麼多 那就享受吧 最後一次接單的新貨款 對 差不多了 對 網頁的價錢已經折扣了 那就不需要輸入曲 因為曲的優惠已經完結了 都是這個 大家享受 網頁自助落單 折扣300元 我們就會順風的所有服務 Facebook Inbox 或者WhatsApp落單 一直順風倒闊 謝謝 拜拜